各位坛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好 感谢无尽的天恩师德感谢上天的慈悲祖师的弘慈 以及师尊师母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感恩老前人的五大牺牲 感恩前人感恩父前人各位点传师的苦心栽培教育 还有我们策划的前贤大德来计划今天的这一个班会 经过了这个疫情的这个震撼教育后学想在这边说 见到各位同修真好有没有感觉到很好 后学有一个邻居他刚从美国回来台湾定居 后学问他说你怎么会在后学附近买房子定居当后学的邻居 他说我本来读书之后我就在美国工作那么他在那边也治了产 他的孩子他的太太也都在美国这么多年可是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他们深深感觉到只有台湾是最好的所以他决定把美国那边的做个处置 回到了台湾来工作后学有个客户他常年跑中国大陆 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中国那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厂房公司 也营运的非常的好哦 那么他在那边也很久了做的非常的有模有样 然后他都是来往台湾香港或者是中国 那么经过了这次的疫情之后后学最近常常看到他在台湾出现 后学问他你怎么没有再去中国大陆呢 他说回到台湾真好那么后学有个儿子的学长 他在几年前考到了一个很好的国外的学校 考了很高的分数所以他经过了推荐进去那个学校 他到现在还在等待学校开学 他告诉后学他这么努力用功读书每次都是班上的名列前茅 每次都是第一学府他念了这个学校 他觉得他是全部的同学最羡慕的对象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可能必须中断在国外的求学 他要选择回来台湾再继续衔接他的学业 后学讲到这边有没有感觉到台湾真好 有没有感觉到平安是福 在疫情的面前学业事业工作大家都得低头 在生死之前我们大家都必须对他俯首称臣 是不是这样所以后学想真心的跟各位同修讲 见到大家真好 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平安因为大家都还能够同聚在这边 那么也经过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激荡 我们开始可以重新来思考 我们人生的规划 人生的目标 我们难道还要极其追求于我们所谓的 人生胜利 祖妈工作 学业甚至于财富 甚至于追求 我们以前以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原来在生死的面前 他们都为不足道 再简单一点来说 今天我们能够踏进道场 我们能踏进道场能够很殊胜的得到了名师这一点 我们怎么样发挥他中该有的价值 该有的光芒 一人一生一次机会 一干一坤一点尊贵 这一点尊贵怎么让他能够发挥生命最高的价值 我们可以来探讨看看 所以后学借由这次的课题再简单一点来跟各位同修来做一个分享 前言论语八一篇里面谈道子曰 君子魔所真 必也设乎 那么在这篇夫子说在过去的君子文人 他们必须学六意 礼乐书术预设学礼节 学音乐弹琴 学音乐那么学书法 比如说读书 比如说毛笔 还有呢 还要学什么 还要学算术 还要学艺术 学算术 甚至于学会驾车 学会设件 这是六意 可是古代的文人在培养这个六意的过程 他们不是为了要拿来跟人家一较高下 不是要跟人家比赛比输赢比高低 所以君子魔所真不是要跟人家比这些 像我们现在的学校的教育有国语文比赛有心算比赛 有音乐比赛有钢琴比赛都要争个高低争个胜负 对不对 可是古时候不是这样 他们是为了调养自己的内涵跟心性 他们学习这个的过程是要磨练自己的心 从自己从君子之门 能够慢慢踏进到圣贤之门 从不争而达到了磨所真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反观我们现在在教育过程里面 后学印象中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因为后学的老师也是很注重升学很注重分数 然后每次都会跟后学的同班同学们说 考卷发下去低于总平均假设平均分数是70分 低于70分的同学操场跑三圈 那个会笑的同学大概年纪的跟后学差不多 因为那时候的升学是挂帅第一吗 那因为他讲了这句话 所以当我们在交换改考卷的时候 一张考卷从头看到尾 从侧面看到后面翻来覆去好多次 就为了抓那分的错误 因为只要他分数比我低 我就不用跑操场了 在这个过程的之中 在比输赢比高低比分数的过程之中 我们失去了朋友 我们失去了友谊 我们失去了涵 我们失去了涵 我们也失去了我们人 跟人相处最和谐的一个契机 我们不懂 所以他说君子魔所争 我们不是要为了跟人加比 而是从内心去降服我们自己 古时候射箭这个动作是用在战争 就是国跟国之间打仗的时候才要练这个 可是君子恶战不喜欢战争 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技能用来比赛 像我们现在说的体育项目 我们有没有在学校有比棒球 比篮球这些体育项目 但是在比的过程里面是非常怎样愉快 有礼貌的 先请对方先上场一让而升下而赢 那么比完了之后不管输赢 不管高低分数 互敬对方一杯酒 非常的愉快 这是真正的君子之争 所以君子之争 我所真就是君子的定义 但是反观我们现在的体育项目 如果是友谊赛还好 就大家去位去位 就大家握个手挖你跌倒 帮你拉起来一下 可是如果大型的国际比赛 奥运亚洲杯欧洲杯 或者是有百万或千万奖金的 这个比赛那不一样咯 我拉你一只手踢你一脚台面下的 什么动作都来了 为了怎么样能得到那个奖杯 那个冠军在这个过程之中 没有力只有暴力 只有争夺只有分数 所以真这个字眼本身 它就是一个分别心 真这个字眼本身就是一个字 私利我我要赢大家都要输 所以夫子不记上真说君子魔所真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射箭后学想要问问各位 前嫌我们在射箭的时候 是射到哪边的分数是最高的 中心吗 射到天空外面的分数高吗不高吗 那如果我们设不到中心点 我们是责怪天气太好吗 责怪旁边那个人长得太漂亮 或者是责怪这个剑靶太小吗 我们是怎么样要求的 不断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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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自己是不是目标 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原心点 精进波罗蜜里面 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精进 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好 自己跟自己比赛 自己跟自己争 为自己争一口气 赢得别人是英雄 赢得自己是圣贤 所以自己跟自己比赛 那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在道场里面也是一样的 学修讲办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 谈经里面讲为求做佛 不求余物 我们就只有让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本来的面目 那一点才是我们要真的中心点目标吗 但是我们在这个道场这么多年 我们每天在射箭哦 每天都在射箭哦 可是这一箭发射出去是天堂还是地狱呢 这一箭发射出去是人心还是天心 那是欢喜还是抱怨啊 我们自己有没有掌握得很好 还是责怪隔壁的责怪天气 愿天尤人 愿这一条路给我不太好走 所以夫子告诉我们说目标就只有一个 就是自己跟自己真师诸正骨 反求诸其身 要求自己唯一而已 所以后学要跟大家来分享 再简单一点也就是要求自己 降服自己的心达到那个目标 那个目标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 那么再来我们来谈谈防疫新生活 今天后学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各位同修都有保持一个间隔距离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做了一个防疫的一个空间 跟一个措施 那么防疫新生活后学跟大家来分享君子时钟 后学讲到刚刚那个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朋友 他跟后学说 他从台湾过去对岸做生意 他要被隔离天那么再从对岸回到了台湾 还要再被隔离天等于他被关几天了天 那后学就很好奇呢 说那请问一下这天你在做啥 他说没有啊也没有事情呢 就无聊那看看书啊滑滑手机 那后学就给他看这个影片 我说那你有没有把三合一咖啡分成三个等份呢 这张影片是在我们中国大陆这边有前嫌他们 拿出来的影片 有没有看到后学在一过去一点点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三合一咖啡 然后呢 因为隔离天太无聊了 就把三合一咖啡分成了三个等份 把糖奶精咖啡给分开了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哦那后学就觉得天啊 那这样子一个一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后学在问他说 那多隔离几天请问一下 那你在做啥 后学就又翻了一张影片 有没有看到这是一包泡面的调味包 他有七种口味 我说你这天有没有把泡面的调味包 分成七类呢 有没有 我后学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说隔离 他说就像坐牢一样被关起来 被关起来了 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法师说 跟圣言法师说 法师那有一个人 他犯了一些过失 他要去坐牢 那么还好就当做他去坐牢 这一年是去修行 那法师说没有哦 他如果真正的解脱自在 他才叫做修行 如果他不能够真正解脱自在 坐牢就只是坐牢 因为坐牢分为新的坐牢 根深的坐牢 身体的坐牢很简单 我们把我们关在一个屋子里面 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经过了一段时间把我们放出来 是不是那么这样放出来 我们身体得到了自在 但是我们的心呢 有没有被绑住 那么真正心自在的人 他不管走到哪里 即使被关紧 闭闭天天 他一样非常的自在 他一样的无碍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那后学想问问各位同修 我们坐在这里是修行 还是坐牢呢 我们的心真的自在了吗 真的自在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反观我们自己 如何自在 我们有没有常看到这张照片 这一个影片啊 后学印象中 在疫情最严谨的时候 每次到了大概几点的时候 会有这个 直播的电视 有没有前嫌知道下午点 对不对 那有没有前嫌知道 下午点是什么时间 是什么时点 传师慈悲 下午点是什么时 卫时 点到点是五十点 到点是 卫时在五位交替的时间 我们每天都要见到时钟部长 上天非常的爱护我们台湾的前嫌 提醒我们在这三期末节 五位交替的时候 必须时钟 是不是必须保有自己这一份良心 保有这一份善良才能够度过 这个疫情的难关 有没有爱我们疼 我们需不需要感恩 真的无限的感恩 后学每次在看这个直播影片 后学就想上天怎么那么爱我们 我们是何德何能呢 所以每次看到时钟部长 后学的心里面真的从心里面开始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去学习 一定要去努力 一定要去精进 所以君子时钟时宇宙无限时间之理指的是时间 中大自然的运行法则指的是空间在无限的时间跟空间的运作之下 我们能不能保有我们自己时间不停在留意 我们会分月号月号月号 时间是没有停止的 当我们说这一秒的时候 这一秒已经过去了 是不是当我们说这一分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说这一这个早上的时候 这个早上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了 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是同一个我 因为昨天那个我的细胞已经死了无数千万个 今天的我是众生的细胞 今天我的头发长出了公分 今天我的血液流失了多少的比例 今天的我不是昨天的我 那么明天的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对不对 我们看看昨天的新闻 我们看看日本九州 我们看看缅甸 谁能保证什么时候 你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 所以我们只能够君子时钟 保有我们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 谨慎在我们那一把剑放手的时候 我们放手的那一个刹那 我们是保有什么样的心 那个才是我们成败的关键 所以呢这一次的疫情 也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很大很大的 警惕跟反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个影片 当疫情的关系全世界按下了暂停键 万物得到了喘息地球 恢复了本来的干净 我们不禁要去思考 原来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病毒 原来所谓的新型冠状这个病毒 它是来保护地球的后学 讲这样各位同修可以理解吗 因为我们危害了全宇宙甚至于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 所以上天必须派下病毒来保护这个地球 提醒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 我们必须必须环保 我们必须爱护这个地球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所生存的环境 才是真正的慈悲 原来我们才是那个疫情呢 所以呢防疫新生活后学想跟大家来分享各行各业 一起来防疫新生活运动 首先保持社交距离时中部长讲一句话后学觉得很有趣 他说爱有多深然后累距离就有多远有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彼此都非常的相爱 所以距离都保持一个捉距的距离 那么还有落实个人卫生 戴口罩量体温 后学今天来到了盛堂 我们信义单位同修非常的慈悲 马上带了消毒水跟体温腔量 后学的体温 后学差点把双手举起来呀 每次到银行或是到邮局都要被人家拿枪指着头 已经指的很习惯了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出入各个场所要常常洗手 保持自己的卫生还有出入要采实名制就像我们从灰领刃跟美乡领刃所推行的 我们线上报名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采行这个实名制让我们每个班会每个人留的管制都能够达到最棒 非常的用心 但是后学刚刚讲真正的疫情不在外面的疫情 而是在我们内心的疫情 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盛堂所推制的疫情的指挥中心 什么样的疫情 什么叫做社交距离 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社交距离 君子之交淡如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 并不是说君子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很淡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利益 没有任何纠葛 没有任何名相权 是甚至于一些财务金钱的瓜葛 是非常真诚干净纯粹的交流 就像我们今天来到场中已到位半智同道 和只有一个目标没有第二个想法 这个叫做君子之交 我们看看很多时候 我们所谓的好朋友 所谓的麻吉 可是经过了金钱跟合伙工作的洗礼之后 友情感情受到了考验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道场说我们说三亲 钱财亲 甚凡亲还有男女亲 就是不希望因为感情 因为名利 因为金钱 而破坏了彼此的关心 这个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水喝起来没有味道 但是如果你问过所有的医生 所有的营养家告诉我们 水是唯一里面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 是不是所以社交距离君子之交 但如水再来个人的防护 摘装中正品格 又有形的病毒并不可怕 怎么会有形呢 病毒我们看不到呢 怎么会有形 我们拿显微镜来放大几万倍 看得到看不到 看得到病毒 我们看那些医生 他们用几万倍几千倍的显微镜在看 是看得到病毒的 这个是有形的病毒 并不可怕无形的病毒那才可怕 无形的业力那才可怕 我们只要不搭飞机 不搭船不出国 我们做好防护 我们可能可以保护自己 可是业力随身不用搭飞机 业力随身跟戴口罩没有关系 因为那是我们每天 每个辈子每个姻缘都要面对的 所以呢 我们唯有保持自己的一股浩然正气 培养自己的品格 培养自己的德性 我们才有机会免疫增强 免疫力第一 戴上口罩 各位同修有没有觉得戴上口罩 话讲的比较少 因为对方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我们讲的也不清不楚 干脆就怎样谨守口戒 守住口夜成佛一半 第二量量 体温量的体温 不是我们体温度度还是度 量我们的心火高不高 量我们的脾气大不大 量我们自己的无名火烧到第几层了 量看看我们的脾气毛病 我们自己为自己下一个住脚 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温度哪高不高啊 再来勤洗手 各位同修来佛堂要不要尽手要吗 我们来佛堂前嫌大德也很慈悲 帮我们消毒 把我们毒都消掉 把我们手上借由洗手的过程 来体验我们身体的干净 并包括我们吃下去的每一件物品 都要无愧于天地 我们吃下去的每一口食物 都要能够干干净 净借由洗手的过程 来引申我们身心灵的干净 所以以前的人如果做错事情 要反省改恶向善 我们给他个成语叫做金盆 怎样洗手 所以我们想看看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国家团队 哪细微的部分后学想讲 每一点每一点都打动后学的心 让我们知道要求自己约束自己 再来出入呢 我们循规蹈矩潇洒的走 我们说采石明智后学 跟大家报告我们出生就采石明智了 是不是我们六万年以来就采石明智了 工修工的婆修婆的 个人造业个人单 绝对不会跑掉 绝对不会记错名字 不管转变了千百个脸孔 不管轮回了多少事 都是采石明智 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 唯有要求自己行住坐卧 都能够保持如如不动的心 保持良心 我们才有办法潇洒的走 不然走到哪里都是死路 走到哪里都是窄路 这是后学想跟大家分享的防疫新生活 那么再来后学跟大家来学习的事 简单就是一种修行 我们要怎么让自己 我们怎么让自己能够慢慢慢慢找到自己 后学讲个故事 过去佛陀有一次带着他的弟子到森林里面去 那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热 然后佛陀就跟他的大弟子阿南陀说 阿南陀你走回去大概三四里路的地方 用我的波去取一点水来给我喝 那么这个阿南陀就很恭敬的拿着佛陀的这个波 他就回去大概三四里的地方有个小溪流 他去取水 那么当他快接近这个小溪流的时候 刚好两三台牛车经过 那溪水车子开过去溪水会变得怎么样浑浊 本来很清澈的溪水牛车开过去了 溪水变得很浑浊 阿南陀拿着这个波看看 这个溪水不能喝 那这个水不能喝 整个都是泥巴 或者是树叶飘在上面 根本就不能喝 他就空手而回他就拿回去 他跟佛陀说 佛陀刚才我回去的时候因为溪水 刚好几台牛车经过溪水非常的污秽 所以水不能喝了 没关系我们在往前面走三四里的地方有一个大的河流 那个河流比较深水也比较干净 我们往前走我再取水给你喝 佛陀静了一下他告诉阿南陀你再走回去 你再走回去一样在那条溪水取水过来给我喝 阿南陀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号 一样走三四里路一样是取水 而且那条河流比较大水比较干净 为什么还要我走回去那个污秽的水呢 但是毕竟老师的话他不能不听 那他还是乖乖的拿着波走回去 但是他心里面告诉自己是说 吸水根本就不能喝了 在那走走走要回头走的过程佛陀喊住他 他说阿南陀如果你走到溪水的过程 如果溪水还是浑浊的你不要回来 你在旁边等等到溪水干净一点 你再取水来给我喝 阿南陀就走了没有错 因为经过他来来去去的时间 水有没有比较干净了 那个树叶都已经飘走了那混浊的泥沙 滚起来的泥沙也沉淀了 小石子都已经沉淀了水比较干净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脏 所以阿南陀就坐在了西边静静的看着河流 静静的看着这个水流从他的眼前流过 流过流过流到最干净的过程他觉悟了 他知道佛陀要告诉他什么了所以他就赶快取了水回去给佛陀 他告诉佛陀说佛陀请喝水感谢您教导我 佛陀说你取水给我喝是应该我跟你感谢才对呀 他说不 当我回去的那个溪水看到溪水是浑浊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头脑就像那个溪水一样 这么样的浑浊没有干净我想让我的头脑更干净 我在溪水里面踩呀踩踩呀踩不断的去追求我想要追求的干净 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到真正的干净唯有我离开溪水离开我的头脑 离开我的执着离开我的望见离开我的分别 我坐在旁边看着我的头脑 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问问我自己的头脑 我可以找到我本来的清澈 就像那个水一样它沉淀了它清澈了我可以引用这个智慧之水 所以简单是修行佛陀在冷言经里面讲过这一段话 他说佛约决定成佛 譬如以成阳于顺风 就像风吹成一样不断的吹不断的吹不断的吹 然后呢 尘土不见了这个风代表什么就是我们制成的决心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脾气改变我们毛病这样制成的决心 刚才美香讲师讲了一段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倡环保的便当 有没有环保的碗筷自备那后学在后面聆听的过程 有同修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不方便 有同修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麻烦 但是美香讲师讲了一个keyword 关键字 他说只要我们有决心我们不怕做不到 那一样改变我们的脾气改变我们的个性 看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他必须要制成的决心 我们必须下这个功夫成土表示我们的习气毛病 顺风表示我们的决心 用我们真正的诚心来克服我们自己 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就在经典里面呢 佛陀请二十五位菩萨来讲述各个修行的法门 然后请文书菩萨来谈谈这二十五位菩萨 他们修行的法门哪一个法门最适合我们 哪一个法门最适合末法的众生 文书菩萨独尊观音法门 观音是修耳根源通法门对不对 从听思修入手马 听只有智慧所以在道场里面 我们师尊老大人没有要我们参禅打坐 没有要我们念经或者是动静数流 唯一要求我们要学习听班学习听这件事情 耳朵打开听一听用心听我们智慧就产生出来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一样在修习这个法门 甚至于修了十世二十世三十世 可是我们到现在还这样子而已呢 后学的脾气还是没有改 后学的很多毛病还是没有完全清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总是听进去的都是烦恼 听进去的都是障碍 不像我们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他听的每一个声音 他会问问自己是真的在听还是假的在听 听的这个声音本质是声音 他并没有好坏没有分别没有对错 听的这个人在分辨是真的人在分辨 还是假的人在分辨问问自己 那后学做个比喻 如果有一天像我们寓依前嫌 他现在住在外面都住在公司附近 那偶尔才会回桃园一趟 那么有一天寓依同学的妈妈打电话来 寓依呀 你最近怎么都没有打电话回家呢 然后寓依听到这个声音 妈妈给他的这个讯息的传达 他心里面伸出来的是 我就工作很忙吗 对不对 我就上班很累吗 我就没有空呢 就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二三的想法会产生出来 但是其实后学想妈妈打电话给女儿 他想表达的是 寓依呀 妈妈好像你呀 是不是这是所谓的弦外之音呢 但是我们总是听到表面文字的样式 我们能够理解文字背后的弦外之音吗 如果能够理解我们就在学修观音法门 就像我们听班一样的意思呢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班上课 甚至与痛修之间互相的学习过程 我们有没有学习怎么听话 从听看说 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要求自己后学 再做个比喻 后学的同修里面有一位同修 他讲话比较直接大咧咧 但是他讲话的过程之中 他没有恶心 他只是很直率讲话很直率 但是在直率的过程之中 没有包装没有修饰 常常会去得罪了前贤大德 那有一次有位前贤就来后学的身边 跟后学说书美呀 后学在分服务工作的时候 可不可以不要跟这位前贤大德同一组 那后学就觉得很奇怪 都是一样来服务一样来护持 为什么要分呢 后学就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想要跟这位前贤同一组 他说因为他上次讲了一段话 让我非常的受伤 而且我心里面到现在还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我觉得我面对他的时候 我的脸色我的脾气不会太好 后学怕影响他人 所以后学希望避开这个尴尬 后学讲到这边能够理解吗 那后学跟他说不是呢 骂你的人不是这个前贤 那他说是就是他 他当着我的面对我讲的话 我到现在每一个字我还记得很清楚 后学说骂你的不是这个前贤 骂你的是那个无名 是那个无名在骂你 那个前贤是很善良的 但他无名来了 所以无名在跟你对话 那你的无名也在跟他当好朋友 你们彼此的无名在当好朋友 所以你们才没办法同一组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听到 也许刚当这个前贤再讲一句 听起来不是很顺耳的话的过程 他的本心 他是什么样的情绪 也许他刚遭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他是一个情绪的抒发 刚好这句话被我们听到了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心田里面种下了根 所以简单的修行是把每一个声音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都能够经过我们的心田里面 好好的相中目标 我们才有办法得分 所以活佛师尊老师慈悲 他说修心是要修回一颗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有的赤子之心 在复杂的环境里面保有一颗简单的 新那赤子之心 后学准备了一个影片 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来看看这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子 这些孩子互相拥抱 他们没有言语 没有说话 但是他们非常愉快的在拥抱 对不对我们有多久没有跟我们的父母亲 跟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拥抱了 不用任何言语 哦不用任何讲话 就是真诚的拥抱 我们多久没有做到这样子一个动作了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保有我们简单的心 老师说什么叫做简单的心 就是在我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些些的生气 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点的介意 我们为什么不生气 因为我们懂得感恩包容 懂得反省跟忏悔 我们为什么不介意 因为我们可以学习心量 学习宽容原谅别人的不足 这个叫做简单的心 但是在不断物质的追求 功力的追求 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过程 这个简单的心一点一滴的流失了 流失了 佛陀说出家的路比较好走比较宽 在家修行的路比较难走比较窄 可是我们今天都是在家修 为什么佛陀会这样讲 因为他说 因为我们在家修行的众弟子 我们的干扰比较多 我们可能要跟人家相处的过程 我们会有比较 会有计较 会有分别 会有贪求 这些都会导致我们不快乐 并不是说夫妻父母子女不好 也不是说追求财富 追求物质 追求这些名利不好 而是我们没有大智慧去处理这些东西 我们没有豁达的心胸 可以去处理这些东西 我们会越处理越糟糕 后学做个比喻 我们这边有很多年轻的学子 大家是婚年龄到了都想要追求一个另一半 想谈谈恋爱感受一下谈恋爱的甜蜜 跟谈恋爱的浪漫 对不对 那么后学想问问 当我们去追求这个甜蜜 追求这个浪漫的过程之中 我们必须去理解有一天这个甜蜜跟浪漫消失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这个肩膀能够去接受甜蜜跟浪漫带过来的现实生活 也许柴米油盐酱醋 也许彼此的一个个性呢 或者是分享或者是彼此的习惯不一样有没有办法去接受 当我们拥有物质生活的时候 拥有一个钱财的时候 不容易得到的钱财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我们有没有这个肩膀去告诉自己 有一天他会失去要不要这样子告诉自己 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是你的 你的先生不是你的 你的太太也不是你的 你的房子你的车子都只是暂时用 然后呢你什么都没有 我们愿不愿去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 因为有得必有失呢 有得必有失呢 有欢喜他就会一定有悲伤呢 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避免不了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肩膀扛起来 并且把每一个面对的人事物都转成智慧转成欢喜 后学做个分享 我们常常在台北市因为车子很多 停车很不容易后学的同事 常常在外面因为送货的关系 因为工作的关系会不小心并排停车 或者是在黄线红线不小心停了车 可是现在台湾的警察非常的尽忠值守 那这个什么达人呢 检举达人也非常的尽忠值守 所以只要一不小心呢 后学就会领到一张罚单 那这张罚单可能一千块两千块不等 但是每次领到这张罚单后学的同事后学的朋友都会跟后学讲说 又是一张罚单了 我今天的薪水没了 我今天的薪水没了 我今天工作送货的这些利润没了 然后没了之后呢 如果我们今天丢了钱 我们会不会很难过 会不会很烦恼 会不会很伤心 他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一整天心情都不愉快 一整天他都在负面能量里面 后来后学都跟公司的同事分享 我说你看看这张罚单 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色 所以你们都有得过罚单 这一张就对了红色的那 请问我们现场的感谢状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一样是红色的两张 指我们能不能把这张罚单变成感谢状 中华民国政府感谢你 你门口那一颗行道树是你种的 你马路上的那个柏油路 是你花钱来铺的 因为你捐了一千六百块在里面呢 好像都笑了没有 刚刚的烦恼了转个面 钱不是我拥有的让我用 但是一旦不让我用的时候 天地万物都在用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来修行 先学不失波罗蜜 先学不失就是把我们习惯执着拥有的 先把它不失出去 转个方向转个面来 佛堂不失个一千块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吗 对不对 大家稍微努力一下一千块OK的 但是丢掉了一千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呢 转个面睡得好快乐 哦 先佛有知道睡得好快乐呢 修行不是这么艰难 修行是让我们从原本的执障 转变成解脱自在跟快乐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容易 因为我们习惯拥有 习惯拥有 所以就变得不简单 不简单 有一位富翁跟法师说 哎呀法师 我呀现在那非常的自在 我可以来跟你修行了 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自在 你不是有很多公司要打理吗 你不是有很多业务量要做吗 他说不不不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把我的工作 我的财富 我的事业都交给我儿子打理 所以我现在是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人 法师告诉他说你不自在 因为儿子是你的 是不是我们还拥有这个儿子呀 那儿子万一工作失败了 我们还要回去再回来呢 哎呀有没有自在 没有自在呢 所以如何保有一颗 简单的心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学习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就像我们每相讲师 每相领刃告诉我们的 从我们的物质生活开始减少 从我们接触的用品 包括衣服 包括吃 包括我们的出路 都开始怎样约束自己 简单就好 修行越来越进步 生活会越来越简单 生活会越来越单纯 越一致因为它没有太多的起伏 当我们走进花花世界的菜市场里面看到形形色色的商品 我们产生了分别产生了贪求产生了烦恼 可是各位同修这些分别贪求烦恼是我们制造痛苦的来源啊 因为我们就要去追求追求我们要拥有一个五十万的手表 有没有看过五十万的手表后学有认识一个一个朋友他手上有好多这种几十万的手表 他说他是在收藏他说他是在增值那后学问问他说请问一下 你这个五十万的手表跟我这个五百块的手表中央标准时间不一样吗 有没有一样一样的但是因为追求那个价值 因为追求衣服上的那一件logo因为追求最新的一只手机最新的一个电脑 所以我们就必须在这里面积极营营然后追求了有一天不见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这边辗转不得眠这不是简单这是痛苦 所以呢老师说保有一颗简单的心第四天真办收缘 今天在道场里面办的是收缘三草普度的工作 什么叫做收缘是我们累结以来功德的收缘 业力的收缘德性的收缘品格的收缘 等于是一张大大的考试卷 前嫌半年没有去入班了后来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平时单位开了这个清上教育班 前嫌看到了后学非常的高兴抱住了后学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后学也非常的高兴那么后学就问前嫌说 前嫌慈悲你半年没有来佛堂了 你最近在家里面好不好呢健不健康呢 他说姝美你都不知道我这半年没有来佛堂 那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怪怪的不舒服 好想要来佛堂可是人家不让我来 我说为什么你会怪怪的不舒服 他说我不知道我几十年每个礼拜都来佛堂入班 那不然也来佛堂打扫当义工呢 叫我不能来我很痛苦耶 我说那你是不是被佛堂绑住了 被佛堂执着了 被佛堂这两个字障碍了 佛堂是补习班佛堂不是考场来佛堂是来预习 复习练习的 佛堂里面没有考试卷收缘也不是在这里收缘 因为没有人会给你考验我们的点传师 我们的领认我们的前嫌大德 我们的操持都非常的慈悲 那温良公俭让把我们疼得跟什么一样 根本不可能给我们什么考验 真正考验的是离开佛堂那张考试卷比较大张啊 是不是家庭健康工作朋友夫妻关系 这才是我们的考试卷啊 你怎么会不自在 你还在你家考试 为什么会不自在呢 我们有没有被制约我们有没有被制约被绑住了 我们来思考看看 所以论语为正片里面谈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 保有自己每一个念头后学一直强调的那个中心点 那个射箭的中心点是唯一目标 我们唯有从外围不断的精进在学修 讲办的过程之中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 那个才是我们的重点诗经篇里面 孔子说每一篇都是和情和心和理 每一篇都是真情的流露 我们诗经有没有读过呀 观观居酒在何之周 然后累窈窕淑女怎样君子好求 求之不得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着觉 想要弹情让她快乐 想要打鼓让她欢喜 有没有很自然的流露 她后面有没有准备一把刀呢 有没有变成恐怖情人呢 爱不到你 然后点点点 有没有这样没有发忽情 只忽理 思无邪 甚至于有一篇更有趣 她说你丢一颗木瓜给我 我还你一块玉佩有没有 投桃报李是不是 还是受人点滴涌全 以报她表达她的感恩之心 欢喜之心 这么好一颗木瓜换一颗玉 给各价值连城的玉佩 还有一篇呢 因为在暴政之下 她快受不了了 她不敢骂自己的政府 所以她写了一篇诗叫做硕书 大老鼠大老鼠 你不要吃我的米 不要吃我的骨 我养你三年了 你再吃我的东西 我就要搬家了 把政府比喻成大老鼠 写了一篇叫硕硕硕硕 每一篇在搬的过程 都觉得有趣 都觉得可爱 都觉得天真 真情的流露 没有一点点让你不舒服 这就是思无邪 各位同修大德 我们在道场里面 有没有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啊 那我们怎么办 收缘我们自己的缘 都收不了我们怎么去收 跟着老师去收 我们所有有缘兄弟姐妹一起 大家一起能够共办的 这个缘分 那自己都降服不了自己了 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自己 现在这个关卡 是一个升降的关卡 要上升要下坠 只要一秒钟 要天堂要地狱 也只要一秒钟 甚至于一刹那的时间而已 问问我们自己 当我们来佛堂 我们用的是天心还是人心 如果是天心 像先翁所说的佛堂里面 一个人是一个人 一百个人还是一个人 一千个人还是一个人 因为同心同德不分彼此 今天是我们信义单位来服务这项工作 那我们不是信义单位的同修 我们看到地上有一张垃圾椅子 没有排阵 我们需不需要把我们的手伸出来 信义单位不管有二百人 三百人 五百人 但是就是一个一个同心同德的一分子 那我们自己才能够这样子一点一滴的降伏 我们心中的零零角角 天真伴收元师尊老大人 他曾经慈悲这一段文字 他说明明白白的立愿明明白白的立愿 我们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都是成愿而来的 我们在天上跟先佛自己立愿下来的 后学曾经听过我们从辉领任讲过的一篇一堂课 从辉领任他说我们每一位来佛堂的佛弟子 每一位在佛堂出生的小孩子 都是五方列仙下天宫 都是上天所安排来这里的 各位相不相信你看这个小的孩子 像我们领任孩子呀 或者是我们很多同修孩子来到佛堂 乖乖的坐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个如果不是前世有修 他坐不住的他没办法安住身心在这里 那么上天也慈悲派了诸佛神真一起来护持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愚昧不足的地方 所以派了很多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乃至于第四代一起来共办圣也 各位同修这里很多是道场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我们以为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认识了谁就是爸爸是谁就是奶奶是谁也也是谁 我们就坐在这里了吗 没有我们自己跟上天说我要来帮办的 我们自己今天上天立愿的我们自己愿意下来护持这个普度三槽的工作 所以绝对不要放弃自己把我们自己的那一点永恒之光 把我们自己的那一点价值找出来后 学知道现在的年轻伙伴们因为生活上工作上 包括说经济的压力有很多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不管在怎样努力的空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见到成道能够保有你自己 就像后学常常跟同修分享的你去学校读书会认识好朋友有缘的讲道理给他听跟他分享 把一个负面能量的同修变成正面能量的好朋友挨压功德一键 真正的度人不是把他带来佛堂跪在那里叫度人 是在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里面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慈悲的心 来帮助身边所有的人事物就像我们每相领刃讲的 我们一个吸管一张直屑一个随手的垃圾 我们已经救了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物种 已经救了无数千千万万的人的化身那是不是功德一键 是所以我们要必须理解我们要积极实践踏踏实实的修办圆满重溯源 把我们身边一切的众因缘都能够圆满天涯到成万国收缘 师徒共愿真心无谓奉献 唯有这一点真就像后学前面在讲 射见他唯有精神贯注唯一念没有第二个念头 不管我们怎么走刚刚前面讲平安是福平安最好 这是唯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要很感恩 离开了这条路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到生命的出路 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真心对上天 我们奉献给兄弟姐妹后学用这一首圣歌来跟各位同修来做个分享 有一种觉悟叫做放手 再简单一点回到老师的话回到老师告诉我们的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师尊老大人所说修道修心半道尽心 不修心活在世上很痛苦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十长八九 生命的过程有80%跟90%都是不如意的 每一件事情都很可能造成我们的不愉快 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话语都曾变成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根变成我们心里面的恨 所以必须要修心有人问佛陀佛陀请问一下 通过修心请问你可以得到什么 佛陀说什么都没有得到 那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在修行的过程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那你修做什么 佛陀说我可以告诉你 我失去了什么 我失去了烦恼 我失去了痛苦 我失去了对名利的追求 我失去了自私自利 我失去了妄想执着 通过修心的过程之中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本来所拥有的 放掉我们本来所没有的这样的自在这样的简单这样的尊贵 那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生命的价值所有的财富后学跟大家报告 在这半年的时间我们会发现全部大洗盘 当按下暂停键的那一刹那即使你拥有很多但是什么都动不了 唯有保有自己还好我有这条命即使穿着防护衣戴着口罩戴着氧气面罩 我们都要回到呼吸自由空气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也是一样难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戴着氧气罩 我们戴着口罩 我们蒙着眼睛捂住耳朵在看事情一旦这些放下来了 那才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所以办到尽心找回我们最真诚最诚挚的这一颗心 这一颗心可以让我们找到生命的尊贵跟价值问问自己办的是天心还是人心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产生的念头是什么 像我们到场里面有时候像今天我们的前贤大德会做便当 那假设我们在场有一百位同修大德照理讲会准备一百个便当对不对 好当准备一百个便当的时候前贤很慈悲了会做多准备几个 分分分分的过程如果刚好后面有五个前贤没有领到便当 没有领到便当哦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还是有的 无畏师的厨房前贤就最了解 很有可能发生这个时候我们来想看看我们发出什么样的讯息给上天 第一个讯息是哎怎么我没有领到便当 是不是厨房的前贤点人数点错了还是厨房的前贤少做了 这是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是谁拿了我的便当 有没有可能有人多拿了便当拿了我的便当所以我没有便当 第三个念头是没关系让需要的人拿我回去再吃就好了 后学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分数在这个念头已经打出来了 高分中分低分已经打出来了不用去告诉前贤我修得好不好 不用去跟前贤问说我这样子可不可以自己问自己施诸正骨 反求诸其身 问自己的建设到哪边去为什么我们的命运会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的命盘会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生活这么不如意问问自己的每一建设出去对还是错 结论就出来了所以半道静心我们如果去关心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念头 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不关心自己不要求自己会越来越复杂 那么后学的再简单一点分享到这边有不足的地方请求我们 点传师慈悲请求我们领认以及各位讲师慈悲也请各位前贤同修给后学指正根教导 那么一样祝福大家平安是福祝大家平安健康道物红展 感谢上天慈悲谢谢 感谢